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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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圈勾勒成指纹 印在我的嘴唇 回忆苦涩的吻痕 是树根 缺缺抽来的茫盛 却遮住了黄昏 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 世间最独大仇恨 是永远却无凡 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 荒草丛生的青春 倒也过的安稳 代替你陪着我的誓念论 数着一圈圈念论 我认真 将心事都封存 明明妈妈是我的自尊 修改一次次离分 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 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 胡夏是怎么唱这首歌的 也是一个好朋友 然后在做这个 我有裙带关系啊 对对对 然后就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声音 年轻一点的声音 我这么说也尴尬 因为我 夸自己呢 因为我也奔三了 然后 然后下这个位置里面 还有王苏总我们一刻 因为我们 就属于长得比较年轻 长得比较年轻那样 对对对 可惜他只要两个年轻的声音 他再要多一个 就找到朱珍老师 朱珍老师 大家可以一起唱 你看好像我们的一些节目的歌 都是隆隆自己写的 是啊 特别的好听 而且来的又快 其实《花千古》是我写的第一部剧的这个歌曲 因为我当时知道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很重视 并且我觉得我有一个习惯 如果这个剧有书的话 我都会把书看一遍 哎呦 然后我会觉得了解剧情之后再写 比较容易被电视剧用到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部 这部之后可能开始比如说 《微笑很清晨》啊 包括《夏之为之》 就开始有用我的歌 我自己也希望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青春剧里面有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写的 就是老师他是上海人 他就看上海摊 那我是辽宁人 我们就看《东北一家人》 对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首歌 也是非常的红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对 你来一个 高场 高场 翠华上传菜 就等你这些 这些剧的那种套路 也是大家这个津津乐道 秀花的时候一定会扎到手 一定会扎 秀哎怎么会啊 秀哎怎么会啊 秀花一定要扎到手 然后男主角一定拿过来 哈哈哈哈 一定要帮他吸那个吸 对对对 对对 一有什么大事的时候 水里拿一汤 那汤总永远 啪就掉啪就撒地下了 就是那种 就是一跌倒 绝对跌到男主角怀里面 还有那种就是 男主角方向下的一摔 一定嘴巴对嘴上 一定能够吻上 是我们演一下演一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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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男主角一边 一边倒下一边在找 哈哈哈哈 还有你看古装片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 没有 一个主角 他只要准备要量功夫了 一定是一群人围着他 对 汉哥你在当中 我们肯定是一群人围着你 而且不打 先绕圈圈 好 而且我特别理解不了 那个大侠 为什么在发照之前 先要说自己的招 先把自己破了 对 如果你先说的是什么屠龙斩 你就知道你要出拳 对啊 应该故意说一个什么 旋风腿结果出的是 这手 对啊 这个好没有人性 大侠 大侠就是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光明磊落光明 我就告诉你这个招怎么着了 古装片里面 只要 要出事谈古琴 绝对琴要行弦 要断 要断 中毒一定要背后疗伤 前面一定要吐血 还得冒烟 冒烟 血一吐 这个毒就解了 对 我听见您看的那些剧 你觉得有什么套路 就比如说吧 就一个人被人害了 他明明看到了那个凶手 然后当大家都过来的时候 问他的时候 死了 凶手是 然后就没下来 就没了 然后那个凶手 一定不会说出那个凶手 一定不会说出来 我都急死了 而且其实站着自己身上的血 在地上写字 也就写一个鞭盘 对 对 永远写不到 让大家猜 让大家猜 那只要我微信就好了 直接就 受了那谁 我死了 比如说那个 在剧里面谁失踪了 找不到了 一定不要给他打电话 我就想说 你给他打个电话 不就得了吗 不打一定要出去 都有电话 你在哪里 你这样子 你这是短期失踪 失踪多年回去 都是要靠一个胎记 或者个信物才能找到 预配要配得上 对 对 一半一半的那种 对